哈囉 大家好 今天就是我連假追回聽我就在家 然後這一集我會想說我去冰島就是 就是你必備一定要準備的一些東西這樣 然後如果你是最近要去冰島的朋友 或是說你有計劃想要去你就可以就是看下去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購物的小tips 那第一個呢就是手套的話呢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防水的然後一種是那種保暖作用的 然後第一種的話是防水的 就是我去那個冰島的Iceware的店買的這個 就是裡面是有這種絨絨的 然後為什麼要準備這個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是要去冰川徒步啊 或是看那個藍冰凍的時候 會有很多類似攀爬的動作 所以就很需要這種就是手套 因為它就是可以防水 然後你又就是比較不危險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必備 因為我在冰川徒步的時候 那一段就真的是走的蠻艱辛的 我覺得還好我那時候有買湯 你們可以就是搜搜看 那如果沒有的話其實冰島當地的店鋪就是這間 我記得它四區有三間店 所以有這個保暖性真的差超多 因為我去追擊光的時候就是有到那個北部 然後北部跟在四區的時候 那溫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我手只要在外面幾秒鐘就整個會超級凍的 然後它這個是就是綜藝節目 就是那個李立樂巴很有名的那個節目 他們去那個 他們去那個去的店鋪 然後這間呢就是就是有差評 然後也有一些好評 但是我自己是進去逛售 我就還蠻喜歡這個顏色的 你不去看你在這邊的藍湖嗎 我覺得就蠻可愛的 然後這邊一個小標這樣 然後就是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然後可是因為這次塗毛 所以有點容易掉 就是我覺得唯一的比較小缺點 那它裡面也有就是別的材質 其實你們可以就是逛一下 就是還算是蠻易這樣 另外就是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準備觸控的那種手套 不過說韓國現在也有就是那種 就是中間有一個洞的那種有沒有 你這樣就可以不用脫掉那個 手套再去那個拿手機出來拍照 所以比較方便 不然真的就是你會 在外面就說很冷 然後你要脫手動就覺得很煩 沒錯 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保暖的帽子 泰國的品牌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 然後還蠻可愛的 就是這樣 我自己準備這個帽子這樣 就是這個奶油和綠色 我是覺得帽子還蠻必備的 因為真的就是沒有帶差很多 韓國的品牌 然後它這個就是這個小標這樣 貓龍龍的 然後我自己帶的話就這樣 就它可以蓋到耳朵 我就這也蠻重要 我就蓋到耳朵超重要 因為耳朵也蠻冷的 所以這個也蠻重要的 這一個 就這個的話是 就是它是比較這種 然後動物毛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是就是也有帶性格 然後這個是一個韓國的牌子 叫做 歐森妮子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是我在冰島當地買的 就是這個品牌也是 菇菜當地 就是Icewear 跟剛剛那個手套是同一間店買的 然後又超級暴暖 就這樣 然後我的手套 天我在出去就帶了這樣走 就是有帶子真的差超多 嗯 有這種保暖的 這種功能性在 所以我還蠻建議大家 如果就是那種 東西沒有備齊的話 可以空輸一些時間去那邊逛逛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保暖的襪 襪子的話 裙子裡面 或是我穿褲子的時候 再穿這個羊絨襪 我覺得好像還是要穿欸 差蠻多的 然後我買的是這個 這個牌子 這個好像是義大利的品牌 這個羊絨一直前代言過 然後為什麼會喜歡這雙 因為它就是 整個是羊絨的以外 它穿起來又不會很胖 所以就是我喜歡這個原因 因為有些人間很突免 就讓人家看起來種種的 我就不喜歡 但這個的話就是 我之前在巴黎東京啊 都有穿過 所以我就是還蠻喜歡 就是那邊你比較冷 所以我就帶這個 這個畫質會有帶去 就是很冷的時候 我就是會穿 這個是羊絨 羊絨材質的 我就是會穿這個 然後加上這個 就會就很保暖 這個真的是必備 然後這個是可能冷的時候 你再套上去角就OK 就這個也是韓國的一個牌子 是當地必備的 然後我自己買圍巾的習慣 是先看成分 然後再看那個品牌 然後我是覺得就是有 比如說羊絨材質啊 或是那個蠻海毛材質 這種的話會比較好 然後第一條的話 我是帶著一個 ACON的這個圍巾過去 然後它這個是蠻海毛的材質 就是有的人說會名單 但我自己就覺得還好 就是我是還蠻喜歡這條的 就是圍巾就是舒服很多 所以我就是帶著這一條 這一條 這條的話是在小紅書上面 看到國主播 然後我就是被這顏色中吵到 它是這個普魯式藍的顏色 然後它是100%的物 然後這條的話就是比較短一點 但是我覺得搭配衣服的話 就是還蠻適合的 因為那邊就是 有時候會有些藍藍 然後是雪之類的 跟這種顏色比較搭 就是雪碧 然後這一條 可是這條的話就真的是 我好像沒有用到 但是出現其實就蠻低的 然後這個是SHOTNESS 就是我在 這條是SHOTNESS 然後這條的話 它也是有這個綿羊毛成分的 然後這是我在上海的時候 找朋友去逛到的店 然後它也是帶起來就是很可愛的 但它很 就是比較細尖在的這種 我最喜歡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的話 它是100%克什米爾的 然後它是有這種漸層這樣 灰色淺色這樣 然後攤開就是很大 然後它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我那時候在韓國的辦公室裡面買的 所以我在飛機場的時候 我就是最喜歡這樣 就把自己包著 過在車上的時候 因為就是 自家要開很長的路嘛 然後我可能就是 在後面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圍著這樣 它在車裡面也不會感到冷 所以這條就是我 坐車必備的一條 就是我搭那種 飛機啊搭車的 最喜歡的一條 因為它是這個所有 所有裡面最輕浮的 就是最 最柔軟最輕浮的一條 嗯 好 然後所以就是衝鋒衣 所以之後我就覺得 這個就很必備 就最好是可以拉到脖子的那種 然後我就覺得 大家可以買石竹鳥的 就是有防水 然後就 又比較不會冷 但因為我自己就是不是很戶外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 是去的時間又很趕 我根本就來不及買那個衝鋒衣 所以 但是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好 但我去的時候我就發現 真的是 還蠻必要的一個東西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很必要 因為 我去的時候是2月底下推出 然後那時候我去的天氣 會突然就是下一下雨 然後就又停下來 但是會夾夾風雨的那種 就吹起來是還蠻冷的 然後這時候你就想說你有圍巾對不對 可是這圍巾就是會濕掉 所以就會比較麻煩 就你圍著就越來越冷這樣 所以 就是 就是可以準備一個衝鋒衣 或是你真的就是沒有辦法 看我自己就是去當地買了一個 輕便的雨衣這樣 然後 那時候穿的是這種 然後也是Izwear家的 哇 我就覺得我快變他們這樣的 忠實客戶了 真的 就是在那邊 買了頭都他們家的東西喔 然後它是一個短板 短板這樣的 但是 用到這句老實說啦 是沒有沒有到很大 因為 就是好像只有冰川徒步前 你只有揍 有穿一下而已這樣 通風衣好像會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第七個 第七個是鞋子 就是 因為我自己 我剛說過不太常識外國洞 所以我其實沒有那種鞋子 就是禮物有黃化那種鞋子 然後我朋友是有買蘇羅門 他穿大概一年 就還是會有一點點滑 但是基本上那個功能性還是有 但是如果你要超級不滑的話 告訴大家 如果我那時候 爬那個時候 我就看到沒有外國人 就從他們那個包外面 然後出那個鞋子的 就是 放那個 弄在鞋子上的那個雪墊喔 就這個 你就把它放上去 就是真的 你就是放上去那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走任何冰的路了 就是你會變得完全就是 不滑這樣 然後 我就覺得大家可以去 那種 登山戶壞店問問看有沒有 或是說你這個 沒有準備 那你去冰島當地 其實那種很多休息站的 那個 那個 賣東西的地方 翻路其實都會有買 這樣 就是你可以去 因為我們冰化徒步的時候 前面也是 就是教練就讓我們套上那個雪墊這樣走 嗯 然後第八個呢 就是防水手自己套 這真的超重要 這個 這個我沒有帶 我就覺得很好會 就為什麼沒有帶呢 就是因為我來不及 就是來不及 用的場景 就是第一個是藍湖 就下雨的時候 你就可以拍照 就是放在這裡面 然後就可以幫朋友這樣拍 就會清楚很多 有這個真的會好很多 然後那時候就是 來不及 買 然後我去的時候 就是 就是那邊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還蠻必備的 然後第二個是用我常識拿去 比如說 因為我剛說就是天氣變化多端嘛 就是你們在那種 看風景的地方 比如瀑布那種 然後你要拍的時候 你就會超難拍照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覺得 你們是要看風景 你可以背在身上 然後就直接 就幫朋友這樣拍 就會方便超多的 不然你就是又冷 然後你又在那邊拿手機 然後所以拿出來說 就是很濕 然後很滑 很拍 你就會覺得 好累這樣 對 然後